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首先学习三点一节 一阶线性微分方程 那么什么叫一阶线性微分方程呢 形式 一阶线性微分方程的形式是 Y关于X一阶导数加上PX乘以Y等于QX 我们把这种形式的方程就叫做一阶线性微分方程 我们来观察一下它的特点 我们看到等式的左端是Y和它的一阶导数的一次式 那么我们就把这种方程就叫做一阶线性微分方程 当然等式右端仅是一个X的一元函数 在这里我们假设PXQX都是连续函数 并且把这个QX叫做自由向或者叫做非其次向 第一种情况 如果自由向QX横为0 也就等式右端就是个0 那么我们把这样的方程叫做一阶其次线性微分方程 我把这个方程叫做一阶线性微分方程 那么如果QX不横为0呢 方程一就叫做一阶非其次线性微分方程 这是关于线性微分方程的几个方程 那么接下来我们来学习一阶线性微分方程的解法 那么我们现在看到一阶线性微分方程有两种 一种是其次的QX等于0的情形 我把它写在上 Y关于Y关于X一阶导数加上PXY等于顺序 安排一下 我把一写在第一个位置 第一行 第二行写方程二 也就是说二是一个 其次线性微分方程 那么我们刚才写的这两个方程 写一是原来的一个方程 写二的时候 我把一当中的等式左端是不是就相当于照抄了一遍 然后右边写了一个0 我们就把方程二叫做一所对应的其次线性微分方程 现在我们来解这些方程 这两个方程怎么解呢 当然肯定我们先解简单的这一个 是吧 我们先解二 二这是形式 二解法 我们先解二 首先二的类型先判断一下 如果我们把PXY移到等式右端 换句话说 一解导数先解出来 解出一解导数之后 我们看到等式右端是一个X的一元函数和Y一元函数的成绩 所以这是一个可分离变量的方程 因此接下来我们下一步 分离变量 两边同除以Y同乘以DX 再下一步两边求积分 左边积分 左边积分LongY绝对值 右边积分 由于我们不知道PX的具体解析式 直接用积分符号来表示 符号拿到积分符号外面来 然后再加任意常数C 由于左边是LongY绝对值 所以右边加任意常数C 为了计算方便 我们常数的形式写成LongY绝对值 然后再画减 那么右端画减的话 大家看一下右边画减怎么画减啊 我把首先第一个式子 我们把第一个式子先用Long符号来表示 那么不就是LongY的负PX积分次方 是不是这样 然后再加LongC绝对值 然后两个Long相加是怎么样啊 利用对数函数的计算公式 那么不就变成LongC乘以 这个以E为底的指数函数了 然后两边Long符号去掉 绝对值符号去掉 所以画减之后是Y等于C乘以E的 负PX积分次方 那我们把操稿上的东西擦掉 然后刚才让Y做分母了 Y等于0也是解吧 Y等于0也是解 不就是C取0的情形吗 本来C不能等于0的 现在C能等于0了 所以这个C是任意常数 这样一接其次线性微横方程 2的解就求出来了 先解2 我们发现2的通解为 Y等于C乘以E的负PX 积分次方 现在我们再来求方程一的解 对照一下方程一和方程二 我们看到虽然等式两边 左边是完全一样的 右边不一样 右边一个是不等于0 不横为0的 一个是横为0的 因此 1的解肯定不可能是2的解的形式 两者的解肯定有区别 不过呢 虽然有区别 但是啊 左边实在是一模一样 因此两者的解肯定有联系 肯定有长得相近的地方 那是不是相近的地方在哪 是不是可以由2的解来猜测1的解 等式右端 2的解我们再来看一下吧 我们把2的解再看一下 你看啊 Y这个函数 求了导之后 Y乘以PX和它的导数啊 能合并最后抵消 再看一下这个2的通解的形式 用以E为底指数函数来表示 以E为底指数函数 求导是具有不变性的 E的X次方求导 仍就是E的X次方 确实啊 虽然求了导了 但是形式还不变 所以和这个Y啊 能够抵消和Y的背识 能相互抵消为0 那么那个1呢 两者相加之后 是X的一元函数 我一下联想到 常数C求导为0 是不是 这1啊不是0 这里是0 这里是常数C 那么1的右端不是0 是不是我只要把2的解当中 C换成常数U 就可以了呢 2的解的形式 我猜一下啊 我就想啊 可能C的位置 换成常数U吧 能不能这样猜 这么猜行不行啊 拿起手中的笔 有问题就问手中的笔 笔都可以帮我们解决所有的问题 当我们想到 这个问题我这样解 行不行啊 行不行啊 不要光在那空问 一定拿起笔来 按照你的思路做一做 这支笔会告诉你 这样做行不行 而且在不行的情况下 你还可以发现 是什么原因 哪个地方是不行的 行不行 拿起笔算一算就行了 好 现在我们架设 架设 Y等于U 乘以这个 以E为底的指数函数 是1的解 把常数C 换成函数U U等于什么 这是一个带定函数 那么我们现在 把这个函数 带到方程1当中去 假设这个函数是解 那么带到方程1当中 左端等于右端 如果方程 有这种形式的解 那么我们可以得 把这个UX 就能解出来 把U等于UX解出来 如果我们带进去之后 解解解 发现解不出U来 无解 这说明什么 我们猜错了 那就另立他法呗 好 现在我们就把这个函数 带到1当中去 则 左端 先带入一节导数 Y关于X一节导数 求一下导 这是两个X函数的成绩 利用成绩的求导公式 U先求 U求导 那我们就写上 U的导数符号 乘以第二项不动 再加上第一项不动 对第二项求导 乘以第二项的导数 以1为低指数函数 外层 以1为低指数函数 求导不变 照超 再乘以第二层 第二层就是这个指数部分求导 求导时 负号照超 然后对积分求导 PX 这里就是第二层 不能再划线 PX 对它做运算是怎么运算的呢 先求积分 这是积分符号 先求积分 然后再求导 是不是就还原了 那么就是PX 这就是Y关于X的一阶导数 然后再加上PXY 加PX照超 Y那就把Y这个解析式超上 U乘以这个以E为底的指数函数 等于QX 照超 然后把这个式子化解一下 我们发现等式左端 这两项 是不是就抵消为0了 等式左端抵消为0 然后继续化解 我们把这个以E为底指数函数 乘到右边来 于是得到U关于X的导数 等于QX 乘以E的PX积分次方 在一开始讲这个E的时候 说一阶线性维生方程的形式的时候 我们就说过 PX QX 都是连续函数 连续函数 原函数 一定都存在 所以呢 2的通节 这个是有意义的 2的通节肯定是存在的 PX连续函数 当然是可及的 原函数存在的 然后我们再看这里 那么以E为底指数函数 是连续函数 那么这个PX的积分呢 你想想看 PX的原函数 是不是可导的 所以 可导必连续 这是两个连续函数的 复合函数 这个以E为底指数函数部分 肯定是连续的 又以至QX连续 连续乘以连续 仍旧连续 所以 等式右端 这个连续函数 原函数一定存在 好 现在对它求积分 把它的原函数写出来 所以 U就等于 QX 乘以 这个以E为底指数函数的 积分 这就是某一个原函数 然后再加任意常数C 诶 U求出来了 确实 方乘一的解 形如 我们猜测的这个形式 这样 把U再带到 那个解析式当中 所以 2的通解为 Y等于U U把下面刚刚求出来的 这个式子超上 QX 乘以E的 我们重新写一下 为什么 因为 这个U的表达式很长 然后呢 第二项 以E为底指数函数 相比较而言 那就是 短一些 我们在写解析表达式的时候 我们都习惯上 把短的写在前面 长的写在后面 好 我们不先写U 把第二部分写在前面 E的 负X 积分次方 乘以U U 超上QX 乘以E为底的指数函数 这个指数函数呢 是正的PX 积分次方 然后 再求积分 最后加任意常数C 这就是方程2的通解 这就是一节非其次线性微分方程的通解公式 这是一节线性微分方程的通解公式 我们现在再把这个公式推导的过程回顾一下 我们怎么把那个通解公式求出来的 一开始我们先求的是2的通解 2是什么 2是方程1所对应的其次线性方程的通解 第一步 先求 方程1所对应的 其次线性微分方程的通解 先求出了2的通解 求出来 这是第一步 求完了通解之后 第二步 把方程2通解当中的常数C 换成函数U 是吧 那我们这一步 那我们这一步叫做常数变异 第二步 写到这儿吧 E就是更换的意思 变更的意思 把2的通解当中的常数C 换成函数U 设Y等于U乘以E为低指数函数是1的解 然后带入要求通解的那个方程1 于是我们就得到U关于X的一阶微分方程 我现在多问大家一句 看这里U关于X导数的这个表达式 这是一个一阶微分方程吧 这个一阶微分方程是什么类型啊 你判断一下这个微分方程是什么类型啊 可分离变量方程 你看看 以解除一阶导数 右端是X的一元函数 和U的一元函数1的成绩吧 所以是可分离变量方程 由于是U关于X导数 直接等于X一元函数 当然右端一元函数 求积分就是U了 你也可以 用可分离变量方程的解法 先分离变量 然后在两边求积分 是不是一样的结果啊 这样函数又求出来之后 最后写出所求方程的通解就可以了 那么求2的通解很好做 为什么 因为R是一个可分离变量方程啊 可分离变量 解它的方程 很好解 把它的通解求出来 通解求出来之后 第二步常数变异 变异之后 带入原方程 那我们计算的时候 就仔细一点 把Y的一阶导数 求出来带进去 带入之后 你看一下 带入之后有一件 什么事情发生了 我们发现 带入之后 这个等式左端 后面两项能抵消为零 如果你用这个方法来解方程的话 计算过程当中 带入之后 如果这里 哎呀 等式左端的两项不能抵消为零啊 说明什么 说明 或者你这里 二这个方程二的通解 你求错了 或者 你 假设解的时候 解的导数算错了 那你就回去再检查检查 看看 哪做错了吧 你看啊 一开始算二的通解 很好做 可分离变量方程嘛 然后假设解 然后 求导带入 这些过程 求导也是你擅长的 这些过程 都是比较简单的计算过程 而且中间还有一步 可以帮助你检查 算的对不对啊 最后把右解出来之后 通解就求出来 当然这一章的习题 你都可以自己去判断 你计算的结果正确与否 也就是说 把你最后算出来的这个解啊 带入原方程 看看是不是左端等于右端 是的话 那你计算就正确了 这一章的习题 计算的正确与否 可以自己检查 那么大家可以把这个 推导公式的过程寄牢 做题的时候 就按照这个过程来计算 或者你把公式寄牢 被公式也是可以的 公式寄牢 直接套公式 求通解也是可以的 好 现在我们再来把这个通解 看一下 我把这个通解啊 重新写一下 也就是说 中括号外面的 这一个式子 乘到中括号里面去 去括号 于是我们有 Y等于 以E为底的指数函数 乘以积分 倍积函数是QX乘以E的 正PX积分次方 然后这是第一项 再乘以第二项C 我把C写到前面来 短的写前面 E-PX积分次方 那么现在我们先看第一项 先看第一项 画方框的这一部分 是不是相当于 我把后面这个式子擦掉了 擦掉之后 这个方框的部分 不就是相当于 那个常数C取0的情形吗 因此它是不是方程的解啊 是的 它本身又不含任意常数 所以这是一个特解 不含任意常数的解 那就是特解了 因此这是什么 这是方程一 本身的一个特解 好 我再把第二部分写出来 加上C乘以E的 负PX积分次方 然后我们再来看第二部分 第二部分对照这里 2的通解 是吧 第二部分就是方程2的通解 2是什么 是E所对应的 其次线性微分方程的通解 是E所对应的 其次线性微分方程的通解 由此我们看到 一阶线性微分方程的通解 是什么 是它本身的一个特解 和它所对应的 其次线性微分方程 通解的和 这就是一阶线性微分方程 这就是一阶非其次线性微分方程的通解结构 以及非其次线性微分方程的通解结构 就是它的通解就是它本身的一个特解和它所对应的其次线性微分方程通解的和 好 下面我们来做立题 还有一个 我们推导这个公式 在第二步是不是用了个常数变异的方法 所以这个解法 这个推导公式的方法 叫做常数变异法 推导公式的这个方法 求解一阶线性 非其次微分方程的这个方法 就叫做常数变异法 好 另一解方程 y关于x一阶导数 等于不是等于 加上 x分之一y等于5 解这个微分方程 那我们先判断一下它的类型 看等式左端 是y的一次是 y关于x导数的一次是 等式右端是 没有y的 不含y的 也不含一阶导数 是x的一元函数 所以这是一个一阶非其次线性微分方程 现在我们用常数变异法 把这个微分方程的通解求一下 解 第一步 先写出它所对应的 其次线性微分方程 等式左端照抄 右端 右端5 换成 常数0 这就是它所对应的其次线性微分方程了 这是一个可分离变量方程 利用可分离变量方程的解法 把它的通解求出来 x分之y移到等式右端 把一阶导数解出来 然后分离变量 然后分离变量 两边同处以y 同乘以dx 两边求积分 左边是lon y 绝对值 右边负的lon x 绝对值 由于左边是lon y 绝对值 所以后面加任意常数 加lon c 绝对值 下一步 化解 lon x 绝对值 是不是就是 lon x 绝对值 分之一 lon加lon 合并起来 是不是就是 lon x 分之 c 绝对值 所以 所以 lon符号去掉 绝对值符号去掉 为了叙述方便 我把要求的方程 记作一 它所对应的 微分方程 记作二 所以 二的通解为 y等于 x分之c 在这里 当然我们还要讨论一下 y等于0 也是解 那就是这个 常数c 取0的情况 那么在 求可分离变量方程的时候 我们都要把这句话 说一下 那么这里 我偷懒 就不写了里面了 我就嘴上说一下 第二步 常数变异 设 y等于 x分之u c 换成函数u x分之u 是商的形式 你商的形式 要往原方程里带 商求导 和乘积求导 我更喜欢乘积求导 为了求导方便 我就把x分之u 写成乘积的形式 u乘以x分之1 以便往原方程里带 写起来方便 当然你直接带x 直接x分之u 求导也是可以的 都行 设y等于u乘以x分之1 是原方程1的几 则原方程就变成 那我们把这个函数 带进去 带进去 第一个是一阶导数 好 y关于x导数 求一下 这是两个x函数乘积 u先求 u求导 写上导数符号 乘以第二项不动 加上第一项不动 对第二项求导 x分之1求导 负的x平方分之1 我就写成x平方分之负1 这样阔弧就可以省略不写了 再加上x分之1y 加x分之1y 那我把这个y带进来 乘以u乘以x分之1 等号 照超右端是5y 那我们现在就检查一下 看看等式左端的两项 能不能抵消啊 能的 太好了 那我们就可以继续往下做了 如果在你的解题过程当中 带入之后 如果等式左端这两项 不能抵消 那你就重新做吧 或者 这说明 或者你方乘2的通解 哪做错了 或者你这里 y关于x的一阶导数 求错了 要从头重新做一下 检查一下 哪错了 好 现在我们把x分之1 乘到等式右端去 所以 u关于x导数 等于5x 于是 u就等于 5x平方加c 这样函数u就求出来了 u求出来了 那么 所求通解 也就求出来了 最后说 所以 1的通解为 y等于 x分之1 短的写前面 长的写后面 乘以 5x平方加c 这就是利用 常数变异法 求方程的通解 整个解题过程 就是刚才我们推到 通解公式的过程 每一步的计算量 都非常非常的小 只是篇幅占的 长一点 它的优点就是 每一步计算 都是 很小很小的计算量 好 第二个立体 解方程 看一下这个方程 什么类型 首先等式左端 是y一次式 和y关于x一次式 右端仅是x一元函数 由此我们就可以判断 这是一个一阶 非其次线性 维横方程 跟定义 不一样的地方 就是 y一阶导数 有系数2x 这无所谓 两边 等式两边 同处于2x 就可以解决 好 那么第一步 我们先等式两端 同处于2x 那么这就是 这就是符合一阶线性 维横方程 那个形式 刚才的例1 我们是采用常数变异法 一步一步把那个通解求出来 现在我们再利用通解公式 来做例2 直接套公式 要直接套公式的话 那么公式当中的p是什么 q是什么 我们先确定下来 p是什么 -2x分之1 q呢 -2分之1 是吧 好 公式当中的p和q确定下来 现在我们就可以套公式来计算 套公式 y就等于 以e为敌指数函数 -px积分次方 -p不就是2x分之1吗 指数是2x分之1 的积分 这是中括号外面的部分 然后再看中括号里面的部分 积分符号 qx就是-2分之1 带进去 再乘以e为底的指数函数 e的px 正px积分次方 px是什么 -2x分之1 -2分之1 拿到积分符号前面来吧 然后再一次 再一次求积分 最后 加任意常数c 这是纯粹的公式代入 接下来我们来做计算 等于 等于 第1 照超 2x分之1 2x分之1求积分 2分之1 常数 照超 x分之1的积分 那就是Lon x绝对值 是吧 第二部分 中括号内的部分 负2分之1 负2分之1 积分符号 可以拿到积分符号前面来 负2分之1 先拿到积分符号前面来 积分符号 也就说 负2分之1和积分符号 顺序交换一下 再看这里呢 e的负2分之1 照超 Lon x分之1求积分 那就是Lon x绝对值 再加常数c 是这样吧 那么现在 我们把这个 括号外头的 以及积分符号里面的 都化解一下 2分之1 拿到Lon符号后面去 那就放到x绝对值的肩膀上了吧 你看 2分之1 Lon x绝对值 是什么 那就是Lon 跟 x绝对值吧 然后呢 天上以1为的指数函数 那就是这样咯 1 Lon 那是什么 那就是 跟 x绝对值 绝对值 好 这是阔弧外头的量 继续写 负 负2分之1 照超 括号里头 负2分之1 照超 再看积分符号 里面 e的 多少次方啊 负2分之1Lon x 次方 e的 负2分之1Lon x 绝对值次方 等于 2分之1先拿到 根号里面来 那就是e的 负Lon 跟x绝对值次方 然后再把这个负号 拿到Lon 负号里面来 就变成 e的Lon 跟x绝对值 分之1 是吧 然后呢 e和Lon 都去掉 那就是 跟x绝对值 分之1了吧 好 那我就直接把这个结果 抄上了 这是什么 这是这里积分符号里面的 背积函数啊 所以 现在 背积函数 就化解为 加c 照超 破壶 哎呀 看积分符号里边 带着绝对值号 这怎么求积分啊 是不是要分x大于0和x小于0两种情况了 好 首先我们讨论x大于0的情形 x大于0时 y等于 跟x绝对值由于 x大于0绝对值号 是不是就可以直接去掉啊 x大于0时 这两个绝对值号 直接去掉 根号 里面 绝对值号 直接去掉 就变成根x 后面 负值号 二分之一 负号 照超 二分之一 我拿到根号里面 拿到积分符号里面来 绝对值号 去掉 看一下 我们以前学过公式 根x求导 是不是等于2 根x分之一 所以 原函数是什么 等于 根x 乘以负 原函数 就是这个了 负根x 加c 好 把它乘进去 那就等于 c根x 减x 这是x大于0的情形 然后再看x小于0的情形 x小于0 10 y等于 绝对值号去掉 要添负号了吧 所以 根号里面就变成 负x了 好 再看 货乎里面 负号照超 诶 绝对值号去掉 添负号 二同样 拿到积分符号里面去 就变成 二根 负x分之一 dx 然后再加c 现在我们来求一下积分 我首先把负号 拿到积分符号里面 再拿到d后面 跟dx凑微分 凑成d负x 诶 你再看一下 这个积分等于什么 那就等于 括弧外面照超 它的原函数 是不是 根 负x 看看 然后 再加c 好 把根负x 乘进去 于是就等于 c 根负x 减x 大家再看一下 根负x和根负x 相乘 等于什么 两个根号相乘 是不是应该是大于0的量 又因为x 小于0 所以这里就是负x 两个根负x相乘 等于负x 好 x大于0 x小于0 积分都求好了 最后写出通解 所以 所求通解为 y等于 你看 这不就是c跟x局率值 减x 再看下面这一行 是不是c跟x局率值 减x 都是的吧 所以通解为 c跟x局率值 减x c 是任意常数 并且x不等于0 我们仅讨论了x大于0 x小于0的情形吧 好了 那么这道题 套公式就做完了 当然 你像立一那样 采用常数变异法 那个过程去解 也可以 套公式的方法 它的优点是什么 过程很简洁 这个题不简洁的原因 是因为 它自身造成的 x大于0 x小于0 你要用常数变异法 整个过程的话 也要x大于0 x小于0 去讨论 但是呢 你套公式的时候 一定要弄清楚啊 哪个是px 哪个是qx 还有一层一层的积分符号 不要弄混了 另外最最重要的 当然是 那个公式一定记清楚啊 你可以这样 常数变异法 一定要会 还有公式记牢 做题的时候 你可以用方法一 结求出来之后 再用方法二 做做看 或者你做完了之后 一定把这个结果 带到原方程当中 验证一下 看看左边 是不是等于右边 哦 这样子 做完整的积分符号 就像不一样的积分符号 接下来三点二节 伯努力方程 首先看定义 它的形式是这样的 y关于x导数 加上px乘以y 等于qx乘以y的α次方 在这里α不等于0和1 我们看到这个等式的左端 y一阶导数都是其一次的 所以和一阶线性微分方程是一样的 只不过跟一阶线性微分方程相比 等式右端的这一部分 带着y的α次方 是x一元函数和yα次方的乘机 这种形式的方程称为伯努力方程 那我们就想一下 它为什么限制α不等于0和1呢 那么我们偏要看看α等于0的时候 α等于1的时候 这个方程是什么形式 首先α等于0时 看看方程是什么 左端照超 右端 qx y0次方 y0次方那就是1了 所以α等于0的时候 方程是什么 一阶线性微分方程 α等于0的情形 早被我们画到一阶线性微分方程里面去了 然后再看α等于1的时候 左端 我们把它抄下来 右端呢 α等于1 所以y的α次方就是y 1次方就是y 这是一个什么方程啊 如果我们把一阶导数解出来 换句话说 pxy移到等式右端 并且y作为公因式提出来 我们发现 这是什么方程啊 是可分离变量方程 怪不得α限制 不等于0和1呢 好 现在我们来讨论 α不等于0和1的时候 波努力方程的解法 解方程的方法 是变量替换法 不等于0和1 只要要含明 上60 5 6 7 3 5 6 7 7 怎么做变量替换 首先关键的是 两边同处于y的α次方 第一步很关键 两边同处于y的α次方 那么左边处于y的α次方 相当于等式两端同乘以y的负α次方 因此左边就变成y的负α次方 乘以y关于x的一阶导数 再加上px乘以y的负α次方 等于qx 观察一下等式左端 原来还有一个1次方 所以这里y是1-α次方 观察一下等式左端 看这里是y的1-α次方 这里是y的负α次方 1-α比负α次数高一次 所以y的负α次方和dy凑微分 是不是就能凑出y的1-α次方的微分来了 好 那么画圈的这一部分 我们凑微分 凑微分就凑成 1-α分之1乘以dy的1-α次方 除以dx 再加上px乘以y的1-α次方 等于qx 那我们看等式左端 y仅以1-α次方的形式出现 仅以1-α次方的形式出现 所以变量替换 令z等于y的1-α次方 于是方程变为 这里就变成dz除以dx了吧 前面的1-α分之1呢 我让等式两端同乘以1-α 于是又变成 加上1-α乘以px y1-α次方 用z来表示 等于1-α乘以qx 好 我们现在再看这个方程 左端是z关于x的一阶导数 和z的一次式 这是一个以x为自变量 y为因变量的一个一阶微分方程 左端又是z关于x的一阶导数 和z的一次式 所以这是一个z关于x的一阶 非其次线性微分方程 那就用一阶微分方程的解法 去做就可以了 至于令z等于什么 不用死记硬背 你就等式两端 同除以y的α次方 就可以了 你就记了令 不是 等式两端 同除以y的α次方即可 下面我们来看立体 谢谢大家 Y归于X一阶导数 加上Y除以X等于A乘X乘以Y平方 观察一下 左边是Y和Y一阶导数的一次式 右边是X的一元函数和Yα此方的成绩 所以这是一个伯努力方程 因此我们采用变量替换法来做 首先等式两端同除以Y平方 于是左边就变成Y负二次方 乘以DY除以DX 加上X分之一乘以Y负一次方 等于A乘X 下一步凑微分 Y负二次方和DY凑微分 Y分之一求导不就是负Y平方分之一吗 负Y平方分之一不就是负Y的负二次方吗 是吧 所以画圈的这一部分 凑微分就是负的 DY负一次方 分母上DX叫超 加上X分之一 Y负一次方等于A乘X 下一步变量替换 另Z等于Y负一次方 这个变量替换很自然 因为Y仅以Y负一次方出现 那我们就把Y负一次方看作一个整体 于是方程变成 Y倪用Z往里带L 那么这个导数就是 DZ除以DX 负号超上吧 再加上x分之1z 等于a乱x 下一步进一步化解 我让方程两端同乘以负1 这样就化成 以z为函数x为自变量的 一阶非其次线性微分方程 求它的通节怎么求啊 这里还有通节公式呢 我们就来对照通节公式 把它通节求出来 所以z就等于 e的 负px积分次方 负x分之1是px吧 所以套公式 那就是负负得正 不要负号了 就是x分之1的积分次方 再看中括号里面的积分 积分符号照超 a乱x是qx套公式 负a乱x 过乎扩起来 乘以e为低指数函数 e的px积分次方 px是带负号的 负号拿到积分符号前面来 然后再加c 等于 大家看x分之1的积分 是什么 lonx 括号里头 负a拿到积分符号前面来 lonx照超 以e为低指数函数 指数求积分 负的lonx吧 负lonx不就是lonx分之1 我直接把积分写成 积分的结果写成这个 没问题吧 你看x分之1 正的x分之1积分 那就是lonx 我这里为什么不加绝对值 是因为 以致条件里头 方程里头 有lonx 说明x都是大于0的 就不用再加绝对值了 然后填个负号 负lonx不就是lonx分之1 dx 再加c 继续化解 等于 e的lonx次方 那就是x了 负a照超 lonx照超 elon去掉 那就是x分之1 dx 再加c 然后我们看看这个积分 等于什么 首先 x分之1dx 是不是可以凑微分 凑成dlonx 这一部分凑成dlonx 所以继继续写 所以继续写等于 因为换行了 我把z再写上 z等于x乘以 括弧里面是 负a乘以2分之1 loinx 平方 再加c 是不是这样的一个结果了 最后变量回代 z等于什么 等于y分之1 所以y等于1 y等于 所以通解为 y等于 把这个放到分母上 x乘以括弧 c 这个负的放后面 正的放前面 c减去2分之a loinx 平方 分之1 这就是方程的通解了 当然 此外 y等于0 也是解 看看 是不是 为什么y等于0 也是解啊 为什么 把y等于0 带到原方程当中 验证一下看 是不是就行了 你看 左端 y等于0 是不是长值函数 秋导为0 0乘以任何数都是0 0加0是0 左边是0 右边呢 a long x乘以0的平方 那还是0 所以 所以y等于0 也是解 当然啊 只要等式右端 那个y alpha 此方 alpha 大于0 那么 y等于0 也是解 对于 伯努力方程 我们主要讨论 非0解 好 我们今天 这堂课就上到这儿 谢谢大家 再见 感谢观看